北京时间7月27日,鲁能泰山队出征南京,被扎28日与苏宁的中超联赛。 本场比赛,鲁能的外援组合提前确定,查尔德利伦修,留守体南,格德斯随队出征。 本场比赛,格德斯将上演鲁能首秀,搭档配来出场,有二三球员方面,鲁能也有新变化,草胜进入出征名单,这是李肖鹏的要运会期间的比赛提前做准备。 足协位于贵州的四分之一决赛,李肖鹏能妥气间,并没有要新原格格德斯出场。 佩兰和塔尔德利的封线组合连续首发,两人虽然没有进球,但是为鲁能心急也做出贡献,由于连续一周生赛,鲁能在阵容方面也要做出一些轮换。 27日,鲁能出征南京,全队有24名球员随队,外援只有三人,分别是吉尔、佩兰和格德斯,塔尔德利并未随队出征。 这场比赛轮休留守济南,正常情况下,格德斯将会在对阵苏宁的比赛中首发登场,上演鲁能首秀,而他的封线搭档将是佩兰。 可以说,李肖鹏提前两出了外援组合,格德斯的首秀也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。 在李肖鹏看来,格德斯可以胜任全场任何位置,在接受采访时,格德斯自己表示最喜欢的是第二攻击手的角色,也就是尹峰。 本场比赛,格德斯和佩兰搭的封线的话,他会埋伏在佩兰身后,充当尹峰的角色,这正是他最喜欢的位置。 除了外援的变化外,鲁能的U23球员出征名单也有新的变化。 姚军成,刘军帅,刘洋,李海龙和陈哲超正常随队出征,曹胜本次也进入出征名单,鲁能的U23球员达到6人。 这6人当中,除了刘军帅和曹胜,其余4人在这场比赛后,将前往U23国家队报道。 他们将缺席鲁能未来至少6场比赛,亚运会集训比赛期间,足写也推出U23新政,鲁能本正要4人。 所以每场比赛只安排一名U23首发就可以,但现有刘队的U23球员里,除了刘军帅曾在连三首发外,其余4人都还未登场。 本次曹胜进入出征名单,也是李肖鹏为要运会期间的比赛提前做准备,未来的比赛里,曹胜有机会和刘军帅竞争,一个U23的首发资格。